穿上白色防护衣 戴上口罩和手套 防护措施做好做满 这位并不是医护人员 而是美国只安NBA费城 76人队中锋恩彼得 穿上全身防疫装备和球迷拍照合影 这个月底开始 NBA今年球季将在奥兰多迪士尼世界开打 部分球队最近抵达佛州展开训练 目前已经有球队走完隔离流程 开始练球 拥有地力之变的奥兰多魔术 率先结束隔离 成为NBA最先出关的球队 进驻佛州迪士尼体育园区 所有球员必须遵照健康安全守则 包括强制隔离直到两次裁剪阴性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就得戴上口罩 球员也不得共用毛巾 立下这么多规范 就是为了防堵病毒扩散 但学者担心 疫情恐怕还是会为球赛的进行 蒙上阴影 NBA热身赛确定于美国时间7月22号开打 尽管这阵子不断传出球员确诊消息 许多球员顾虑家人和疫情以及抗疫活动等因素 决定不参与赛事 但NBA目前仍然维持复赛的决定 7月31号开打的例行赛不开放球迷进场 但美国疫情升温未见缓和态势 赛季是否受到冲击再度喊咖 有待后续观察 中央社综合报道